目前为止 所找到的大关纠巢都只有一只幼鸟 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嬉戏 只好从周遭的世界寻找新奇的事物打发时间 雏鸟排在巢边的粪便吸引了一只蝴蝶吸食 这只蝴蝶则吸引着雏鸟好奇的眼光 雏鸟的一些肢体语言 目前我们并无法理解 雏鸟慢慢地长大 身上白色的绒羽 进去换成成鸟的羽毛 母鸟不在中日浮窝 但仍然会留在巢附近随时加以保护 孵化约一个月以后 羽翼进风的幼鸟除了体型较小之外 羽毛与亲鸟已经不相商下 渐渐有了猛禽的架势 然而 幼鸟仍然有许多谋生技巧尚在学习 即使是对食物的处理也一样 仍然需要母鸟的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